你有除毛骨嗎 自己除毛 那你有用熱蠟燭嗎 沒有 我沒有那麼痛 你有除櫃上面的毛 只有我男生來除 你要不要進去除 你進去了 為什麼我要去 只有除櫃上面的毛 有啊 會長腸好不好 為什麼 大家都清清爽爽乾乾淨淨囉 好快的掌聲喔 謝謝大家 很熱很熱 真的不痛嗎 其實 其實真的那種痛就是 跟我打禁敷雷射是一樣的嗎 就是 就是 真的是用鉛筆尖給你這樣 可能十隻鉛筆尖 這樣刺一下 然後就過去了 刺一下然後就過去了 嗯 你是毛髮很多的人嗎 我不是很多 可是我覺得 要打四到六四 覺得有點煩 歪我是很衰的 要八字都煩 可是其實 過程長兩三次 就很細 你其實打完之後 你要等這一批 重新長出來 這中間 它發的很慢 嗯 然後你大概兩三次之後 就真的就越長越慢 越長越慢 那它越長越慢 所以它除了變細 它也不會長到那麼長嗎 嗯 不會 長度會變短 如果是 如果是你打完之後 它開始長的那些 很毛髮 等於是 它可能在打的那當下 它不在生長期 它後來就睡醒了 開始長 所以它還是會長成原本的長度 可是它正在生長的時候 剛好到下一次要打它 就會把它打掉 所以它其實就是 就是越打越少 越到越少 這樣子 蠻舒適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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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不是也打四到六次 沒有我都打過一次 你只打一次 因為我們很多人 打掉三次就好 就沒了 對啊 被打到六次 其實也有打過十幾次 那去外面那種體驗 就是什麼 單次體驗 然後什麼 它們是不是能量都開很低 所以你打根本也沒什麼 特別的感覺 有一些方式啦 就是那種低價的 它就是讓你可以一起 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還是會有 還是會有少 但是可能就是 少的沒有那麼的多 嗯 然後它可能就會把一些 像是冷眉啊 或是什麼的關掉 太怪了吧 因為它能量很低 所以不會那麼痛啊 所以它就是讓你可以 一直打一直打 一直打到沒有這樣子 就看每個人的選擇吧 對啊 好 好 好 立刻掛紅醫師 誰立刻除毛 顏色除完真的蠻輕鬆的 我真的是被那陣毛囊炎嚇到之後 我就再也不敢除毛了耶 那個 那個真的是我人生 痰痛度第一名 沒有更多了 我覺得你蠻勇敢的 搞不好你做雷射也可以不用除毛 我們有一些病人是真的不用 我起碼會敷個十五分鐘 我不會像那個 他就說直接來沒關係還好不太痛 好 生小孩沒那麼痛 他們都一直這樣講 謝謝醫師 謝謝 謝謝 謝謝